香港的管道互通 楼下有人染疫 楼上就被傳染到 所以在这部分 我们特别加装吸气阀 就怕病毒经由粪管传播 厕所加装吸气阀 各层各户能独立通气 标榜防疫的预售屋 针对一人一室的隔离需求 也考虑到了 居家自己独立一室 我们甚至可以做到两套 这个在五十几坪当中 是非常罕见的 两房格局却打造了 三套卫浴等于拥有双主卧 另外每个房间都有对外窗 空气才能流通 近年来受疫情影响 不少民众购屋时 会将防疫机能纳入考量 也让这类防疫宅应运而生 自从疫情之后 客户的这个危机意识 其实都蛮高的 所以我们他都会有需求 像房间一定要有 独立的卫生设备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就超前部署 我们这个案子是在 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推出 那卖到现在也大概将近七成多 通风是一个必要条件 那所以包括像是有一些大楼 他如果讲究所谓的单层排放 就是单层排放 就是直接他们的这个 每一层楼的这个空气 是直接对外的 而不是透过公共的管道间 来做流通的 那他就比较符合防疫的这个诉求 防疫宅带动防市新话题 而没有防疫设计的中古屋 又该怎么挑 专家分析 临近公园绿地地处空旷或空气流通的物件 就等于具备环境防疫效果 另外可代收包裹的社区大楼 只要强化清洁消毒 也会比无人管理的公寓受市场青睐 送包裹或者是外送的人 他会有另外一个接触的窗口 那减少他跟住户的一个接触 那这也是一个多一层防备的一个措施 所以以防疫宅的概念来说 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但是如何去减少接触 然后增加这样子的一个防护效果呢 那其实很多在软体上面 是各个社区都可以自己再加强的 救护车在急诊室外来来回回 鸣笛声响彻云霄 有些人买房会把医院当作嫌务设施 不过房仲观察 近年来在医学中心周边 买房需求不减反尊 这边为什么大家会很喜欢 原因在于他不会离三种太近 那他有一定的距离 所以在这边的消费者的客群来讲 会是以比较多大老板或者医生 或者是在媒体新闻媒体工作业 艺人为主这样 台北市内湖区保湖里 号称天龙国中的天龙国 距离三种 有点近又不会太近 执行医生可兼顾居住品质 同时方便上下班 实价登陆最新数据显示 跟2019年疫情前相比 今年全台六都各大医学中心周边 套房成交行情全数上涨 其中以台南市 其美医院周边涨幅89%遥遥领先 另外城大医院 中国医药大学复医 高雄医学大学复医周边 涨幅也有六至七成 整体平均涨幅来到35% 房仲发现挑医院附近 置产或租屋 在防疫期间可减少与家人接触 也因此让这类物件炙手可热 今年以来本土确诊突破800万例 秋冬变种病毒也正蠢蠢欲动 在疫情尚未消失前 居住防疫需求 让房市增添新话题 TV北新闻罗氏鹏 戴源丽台北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